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景哥记,我是景哥,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昨天,安卓微信发布了8.0正式版,里面的功能在之前的测试版中我也为大家介绍过了 那么今天我就提一下没有提到过的 首先,微信表情有了新设计和动态效果,这个我就不多说了,相信大家都使用过了 除了表情的变化之外,微信这次还删除了大量的表情 大家可以看到,现在微信的表情少了许多,另外微信加入了状态 我们可在状态中加入话题、图片、视频、位置、分组 设置状态后,该好友名称后面会有一个图标 我们除了能在资料中查看状态之外,还能在对话框中点击它的名称来进行查看 之前添加好友时的权限是默认的,但现在添加好友必须手动选择权限 拍一拍可撤回,当我们发现拍一拍好友错误后 我们在两分钟之内长按是可撤回的 视频号支持私密站,我们打开视频号作者发布的视频号 这里我们长按这个站就可以了,选择私密站号 除了作者,其他人是看不到这个站的 另外微信好友人数增加 根据报道称,目前微信好友人数可达1万人 而除了以上这些之外,微信还有许多变化 比如文章中有更多方式打开,图片新生的提取文字等等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